所以這個是拿來揮灑 對 是為了急... 沒人會講一些好話 在灑的同時 可是好命婆 萬一講不順口呢 我們都...我們文庫公司 都拿大字抱在旁邊 給沒人看著念 人沒到 錢先到 為什麼整個... 人沒到 錢先到 人沒到 錢先到 感覺好像送一個走 你這個感覺是整個婚禮 是很架構在錢上面 對 所以那這個籤粉是拿來... 這個就還蠻多用途的啦 最基本 最常見是在 放在夫家的大門 門櫃一上頭 就是一般大家會掛八仙彩 紅彩那個地方 真的我有 還驚訝 這你有喔 我婆婆有放在他們的那個門 大門上面 梁柱 他就這樣平放在那邊 然後他就會說 什麼禮來無人圓這種話 就進門會有人圓 就是有婆婆圓 有公公圓 什麼圓什麼圓都來了這樣子 所以這些都是防範新娘 很...沒有人圓的 不得人圓應該是 這是一個祝福的話 希望妳有人圓 他們是不是在諷刺妳人圓 不然他們幹嘛 準備那麼多招對婦女 如果是為顏麗寧 可能要放一個水泥袋的那個 顏麗寧放在門櫃上 所以這些事情 妳宛若的弟弟是找了非專業的人 對...這些人好像都是非專業 但有專業的告訴他們說 他要做什麼... 他沒想到就說 這一次的習俗那麼多 比如說他會拿出一個 那個叫什麼 米貼 米貼 哪一個 那個篩子是不是 對 然後他們叫米貼 他說你要拿米貼的時候 他就整個報銷 他就覺得很不時尚 對... 你撐黑傘要給誰拿 要吃那個新娘頭上 你們都有用這個嗎 不是撐黑傘就好嗎 不是撐黑傘 撐黑傘不是鬼嗎 對 撐黑傘 撐黑傘的意思是已經懷孕了 其實是北部跟南部 會有一點差異 就是南部的人都會說 北部的撐黑傘就可以了 但是其實... 北部比較不這麼在意啦 撐黑傘看起來不會不吉祥嗎 所以那時候我婆婆 就會問我說你懷孕美 然後我說 然後我把晶片子甩在地上 然後我就問他 為什麼要這麼問 他說因為如果你懷孕 我就要撐黑傘 在你下車的時候 那如果你沒有懷孕 我就要放個八卦在你頭上 幹嘛 屈我啊 不是 他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媳婦見不得人嗎 幹嘛遮住 這什麼感覺好像都針對我 不是 這都是習史 應該是媳婦是妖怪 要擋住陽光的意思是不是 那你看到八卦 妳有開始發抖嗎 不是鬼 化完一堆血水是不是 可是他這個意思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 太極 這個主要目的就是 不要讓新娘跟天去爭大 不要讓她競爭 因為她當天有新娘神 她發力一點 要壓十父耶 也不是 是讓上天不要看到她 拜託新郎就不用壓她嗎 憑什麼都是女方要壓啊 因為你們進了夫家 所以大家就是要聽話啊 並不是一個壓的意思 但是不要讓她衝到 不要跟上天去犯衝 然後晚上睡覺 在妳的額上貼到服 那為什麼新娘要懷孕的話 她就不能用女生 因為她有個八卦在 八卦裡有八卦 她會怕去傷到小孩 所以她就不能用女生 小孩是妖怪嗎 所以你憑良心講 是不是一切的習俗 都是要防著媳婦 某些吧 對啊 我覺得感覺是這樣 一般啊 其實女權那人 好像應該不要... 其實結婚大部分... 大概就是不外乎三項 一個生子 三男生 其實有個重男輕女 再來就是富貴 再來就是媳婦聽話 壓女性這個就... 倒不是 不是壓... 她只是說不要跟天去爭 那就是壓女性 不要讓天...不要招天計啦 其實這樣 給他福氣啦 保佑他 所以那天我被那個遮得 走進門 又要過一個火爐 我就覺得我好像出獄還是怎樣 為什麼要... 就穿這隻大法上 他在過火爐之後 然後再踩碎那個瓦片 對 然後就是... 所以媳人其實滿累的 他還要拿米塞 要撒原本 要講好話 還要簽新娘 所以過火爐是什麼意思 他就是去煤氣 去煤氣 我沒有 所以真的是 衝著衣品來的啊 真的啦 對啦 我們都沒有踩瓦片 沒有過火爐耶 對 我太太有 他...他也有過火爐跟踩瓦片 而且他... 而且他整個過程超快 差不多0.3秒就搞定 他直接跳過火爐 就直接踩在瓦片上面 踩碎掉 然後他回頭跟我講 我以為... 因為他的思維可能是 希望安排越快便好 對 有很多那種關卡 可能有那種... 魔步道有沒有 要那樣子過 要光腳走還是什麼的 但是我有上網去查 那個瓦破...踩破了 就代表他的那個決心 就是駕到這個家 就不會再回去了 對 一旦駕過來就不能回頭 一旦駕過來了 就跟把水潑出去 就收不回來的意思一樣 就跟猶太人婚禮一樣 他們會把一個酒瓶啊 放到那個毛巾裡面 把它踩破一樣 差不多意思 在台灣的習俗 其實瓦片不是這個意思 他就是... 他有一句台語叫 火爐 人不破 瓦破 人不破 什麼意思 他就是瓦片代替你去承受一些 會對你不利的東西 他其實這個意思 那現在還跟我說 我上了那個迎娶車 不准回頭 對 不可以回頭 他說你回頭 你就是會離婚 可是不是應該要看一下 爸爸媽媽嗎 不行 不能回頭 而且說在殯儀館 對 我也是這麼想 然後我就想說 這一切都是灰色地帶 為什麼不能回頭 我是喜氣 我為什麼不能回頭 對啊 然後我就沒有回頭 現場其實有人警告妳說 不准回頭嗎 結果我在旁邊媽媽說 不要回頭 直直往車裡走 坐下往前看 那妳就直接向後轉就好 我沒回頭 向後轉就好 妳是婦女性這樣不會很傷心嗎 女兒都不回頭看耶 我們是走的時候 上車還要丟一把扇子 可是還有一個很好玩的是 男生來迎娶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很... 就是說不是很順利就可以迎娶到 好 她也有一個禮俗 就是說她要過很多關 就是越南迎娶到這個新娘 所以伴娘都會在那邊出很多題目 所以是古時候沒有電視節目 大家在惡搞這個來玩嗎 還是... 對 就是那時候就很好玩 每個人都在惡搞新娘 婚故公司要負責構想這些遊戲關卡 最近最流行的就是 大家一起跳那個騎馬舞 就幾乎每一個迎娶的伴郎伴娘 都會跳騎馬舞 鬼心囊旁邊這些東西到底是 這麼多東西是幹嘛的咧 那個是訂婚的12里 12里啊 12 訂婚比較麻煩一點 有鮑魚 就鼠牛 虎兔 龍蛇馬羊 全部都要在裡面 它就是所謂山珍海味 那鮑魚的時候都有這些嗎 完全沒有 沒有 嚴厲停油 等於你是徹底的在執行鼓勵是不是 因為伯伯他們比較傳統 然後他們希望該有的東西 都要有 這些東西貴不貴啊 其實還好 其實那些東西跟貴便宜沒關係 只是長面 要讓大家覺得我們有深重 要把它取回來 一個隆重 扮得隆重的人 所以假如表面鋪好 底下用過一些紙就可以了 其實很多後面就是空盒子 面線 他把盒子做得很厚 對 其實是前面的 只是一個表象而已 其實像這些都是屬於 比較基本款的東西 像是有一些大家族的話 他們的那種紅木聖擺出來的時候 譬如說三個薄金包 然後譬如說那個蒜式 然後翡翠 都這樣擺出來 然後譬如說皮草 是這樣全部都擺出來 所以就是要讓大家 所有的賓客來管理的人 就是先這樣子繞著走 然後全部這樣去看 他現在提的就是 蛇裡中的其中一禮 叫頭尾禮 對 頭尾禮就是從頭到腳的衣服 包包 皮鞋啊什麼 那些就是頭尾禮 蛇裡的其中一禮 可是你把名牌包跟毛皮展示出來 這樣不是很... 因為其實定換話 就是大部分來管理的 都是女方的 所以他們就是想要 讓女方的安心說 對 很安心說 他嫁得很好這樣 其實他們主要還是 希望你覺得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長輩 在討論這些事的時候 新郎新娘心裡 可能非常的尷尬 會說媽 妳不要再講這些 有的 沒的了 可是長輩就是很愛面子 那個時候不可以跟爸媽講話 就像那時候在談 我就私底下跟我老公手是過超緊 因為乾到一個極點 因為你就是彈到前 你就傷感情 然後到底是要怎麼樣 那希望... 那我婆婆就說 那你們希望要大小聘 然後要十二禮還是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我爸媽就說 可是...那不然就全免好了 那你們覺得怎樣就怎樣 全免喔 就都不要 不是 不想要覺得好像是在說 我給妳一個女兒 妳要給我多少錢 可是妳們後來不是有 大聘 小聘都有嗎 就是放好看的啊 都沒有好看 好看喔 結婚禮途禁忌廊 全場來賓無大賈 新娘花 頭花 插在新娘頭上嗎 對 那萬一新娘是平頭的罐 你怎麼會沒插這個 我沒有插這個 插在你背上 不是在那邊插 在頭髮後面推 頭花 刀水 刀水 這是什麼 頭髮怎麼都是驅鬼的 那麼草就是驅魔的 還有去玩什麼一些陰的地方 要念頭就是 打一轉 打一轉 而且書家到底是有多陰啊 而且書家到底是有多陰啊 不是 書家是驅魔的中心 是不是有的理智會 會…